夏洛斯维尔骚乱一周年!特朗普,谴责一切种族主义! 特朗普在一年前因为单一批评夏洛斯维尔白人民族主义者引发争议。 常被反对者指责其对美国非白人族群存在不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,在周六于去年发生的弗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,围绕种族矛盾和历史观念所引发的骚乱事件到来一年之际,通过推特谴责了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。 自美国内战已主张废奴制的联邦政府击败了,坚持续奴制的南部联盟政府以来,有关如何评价在战争中,为失利方效力的军事将领一直存在争议至今。 而在一年前,全美刮起了去联盟政府象征的风气下,弗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市政府做出了移除市中心一尊南北战争时期,南方军领袖罗伯特里雕像的决定。 对此,民族主义和极右翼种族主义者认为,当地政府拆除雕像触犯了美国白人的文化和尊严。 他们并于去年8月11日晚在弗吉尼亚大学聚集游行,游行参与者高举类似德国纳粹时期的火炬,呼吁白人联合起来对抗少数族裔,为他们口中美国白人正在丧失的主体地位而证明。 一天后,在夏洛斯维尔世界放公园举行的一场名位,团结右翼的集会现场发生了暴力冲突,参与集会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与反对者互相。 当天下午,一男子驾驶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冲进游行队伍,造成多人死伤。 这名21岁的俄亚俄州籍男子菲尔斯,James Alex Fields Jr.,驾车冲撞人群,造成了游行队伍中32岁的西色海耶,Heather Hur,死亡。 事发后,该事件引发美国舆论广泛关注,作为总统特朗普在随后的发言中,却选择对在场双方提出共同批评,而不是单一谴责白人民族主义引发争议。 在这场经游行演变成暴力的白人民族主义集会事件纪念日到来之际,特朗普在当天发推文写道,一年前夏洛斯维尔发生的骚乱导致了无谓的死亡和分裂。 他表示,我们必须团结一致。我谴责所有类型的种族主义和暴力行为。 望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和平。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,事发周事宪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防悲剧重演。 另就对特朗普本人被指涉嫌种族主义的事件,他,Donald Trump,的前黑人女助手奥马罗萨纽曼,Armero the Manigold Newman,则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回忆录中爆料称,其卧有能证明这一指控的证据。 但白宫则在周五回应,他这本涉及特朗普的书充满谎言。